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我是宇哥 今天继续介绍冷门奇幻剧《噩梦小姐》 这天夜里,小奈突然被妈妈的叫声惊醒 她匆匆跑去父母卧室 发现爸爸正用手紧紧掐着妈妈的脖子 她拼命将爸爸推开了 这时,爸爸却做出好似拉弓射箭的动作 小奈紧紧抱住爸爸的腰 爸爸却一把将她打倒在地 此刻,爸爸终于清醒过来 忙为自己的行为向女儿道歉 次日,小奈的脸颊一片瘀青 同学们嘲笑她像道河神 秦老师问她,脸上的伤势怎么弄的 小奈谎称自己摔了一跤 绝不是家暴 女主向校长递交了辞呈 愧疚地说 一直以来,我为了生存一直在心中杀害自己的学生 是教师中的精神病患者 校长没有批准 若你想半途而废 就必须给孩子们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 在你找到理由前辞呈我先收招 女主只好硬着头皮再次走进教室 一进门孩子们就告诉她 网上有人拍到了能做预知梦的人 看到照片,女主吓了一跳 虽然脸部打了马赛克,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小奕 而小奕今天又旷课了 孩子们已猜出是小奕 女主却说做预知梦的人是自己 由于自己扰乱了社会秩序 她准备引咎辞职 女主问秦老师是否知道小奕旷课的原因 秦老师说自打阿贵开了研究室后 自己与阿贵便没再联系 转而问女主对小奈脸上的淤青怎么看 而女主此前压根没注意到小奈脸上有淤青 自曝自己的说反正自己是个神经病 已准备辞职 教授拿着孙女的照片质问阿贵 小一是我唯一的家人 你有想过她的未来吗 却被阿贵怼了回来 您在孙女年幼时就在抽取她的孟夫 想保护噩梦中的她 可最终她的能力却增强了 我不相信您对孙女没有半点研究心理 到头来您也没能舍弃科学家的欲望 教授一怒之下砸回了自己研究室读取孟夫的朔贝墨 刚到家女主就找上了门 告知小一没来上学 且网上的照片也在学校传开 劝教授给小一准学 你要抛弃小一吗 教授问道 女主说自己很快会辞去教师一职 教授追问她辞职的原因 女主痛心疾首 我杀了我好朋友的妈妈 教授却告诉女主 那是假象 因为你和孙女一样做了欲知梦 在你四岁时 我听说你还做欲知梦 就去你所在的福利院找你 为拿到你的梦符 打开你的内心 我利用了自己的女儿 说完教授将一本相册递给女主 女主发现照片上的女人 果真是记忆中被自己推下铁轨的女人 除此之外 相册内还有好多自己与教授女儿的合影 教授继续说道 之后你渐渐成为了我们家的一员 你不用勉强自己回忆 这都是我的错 那时我完全不相信欲知梦 所以一心想用科学证明 即使人类的记忆受到自己出现的梦里 也不可能是真实的故事 或是对未来的欲知 我让你和女儿一起观看你的梦符 想让她从你的梦里寻找对白天的记忆 最终酿成了惨剧 就在看过那个欲知梦没几天 我妻子就在车站因事故去世了 那天她要去福利院接你 为救一个掉在铁轨上的陌生女孩 发生了意外 估计她把女孩当成了你 才情不自禁跳下了铁轨 是我的存在从背后推着她吗 女主窃窃地问 我无法判断 我只知道我妻子很爱你 你不记得这一切 是因为你把自己的欲知梦当成了现实 我女儿也是 你在我妻子葬礼上昏迷后 一连睡了好几天 醒来后也完全忘了我们 失去记忆的你成了一个表面微笑 内心不肖的孩子 之后我停止了梦府的研究 或许是抱怨 我女儿也因病去世 离世前生下了小一 小一渐渐开始害怕做噩梦 因此我又开始了对梦的研究 现在只有你和小一可以互相帮助 或许你不能恢复记忆 你一生都无法接受真正的自己 无法相信别人 无法由衷的微笑 如果你不管小一 她早晚也会将恋与你相同的悲剧 秦老师到小乃家家房 询问之下 小乃妈说出了实情 听吧 秦老师将她们母女带到阿贵研究室寻求帮助 小乃害怕别人窥探附近的隐私 吵着又离开 出门时恰巧碰到小一进门 小一无意间对上了小乃的眼睛 当即低下了头 当晚小一又做了噩梦 转天 同事们听说女主要辞职 纷纷围了上来 搞笑的沈老师还提前献花为女主送行 语歌我也是对了 小一仍然没去上学 她求阿贵别把噩梦告诉小乃 担心小乃看到会受伤 阿贵鼓励她 别害怕 梦就是梦 现实是可以改变的 不必为自己的台能感到害怕 小一却沮丧的说 财老师已经不在我身边了 得知女主要辞职 阿贵劝小一与自己一同去美国 这时女主闯了进来 责怪小一为何不来上课 说话前 秦老师也赶了过来 小一看着女主 求她救救小奈 噩梦中 小奈半夜起来 发现父母都不在卧室 她来到卫生间 发现一个披着斗篷的女人在洗衣服 女人转过头 脸上有泪痕 眼妆一片血红 女人说她在洗小奈父亲的衣服 说着衣服上躺出了鲜血 小奈转瞬间来到了地铁站 在女人的教唆下 将父亲推进了铁轨 看吧 女主告诉大家 那是暴僧女妖 是在爱尔兰传说中 预告死亡的女妖精 暴僧女妖一哭 必陷死者 阿贵说 小奈父亲身边 也许真有此人 在梦中 她被某种记忆所操纵 小奈妈将丈夫 做梦的情形拍了下来 阿贵认为 小奈父亲 这个拉弓的动作中 一定隐藏的什么秘密 小一在小奈家附近 找到了小奈 女主在一旁 孤一没有露面 小奈说 自己也不会将小奈 在研究室的事告诉同学 因为她只想以自我为中心 努力成为世界的精英 不管发生什么 都不用小奈多管闲事 说完 她头也不回地过了马路 正好遇见了龟家的父亲 小一无意中看到了 小奈父亲的眼睛 上楼时 一向坚强的小奈 哭着问父亲到底做了什么 父亲为难的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 回到家 女主做了清醒梦 她请求梦眼说 带自己走进 小奈父亲的潜意识 一道耀眼的金光过后 女主来到了铁轨前 发现小奈的父亲 突然变成了教授的妻子 铁轨上的小女孩 抬起了头 那正是小时候的自己 女主急得连忙 跑去拦教授妻子 此时教授妻子 又变化了小奈父亲 女主求她告诉自己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奈的父亲 把女主当成自己的妻子 坦白了一切 原来小奈的父亲 因公司商业谈判 去了一次夜总会 在那里被一个女人迷住了 之后便总去夜总会 为支付高额证单 她依照女人者 是挪用了公款 结果被上次知道 上次威胁他们 又好好对待自己 女人得知上次是单身 怂恿小奈父亲 将上次灌醉 搬回了上次家 而后又命小奈父亲 用胶带封住窗缝 点燃带来的煤炭 伪装成了上次烧弹自杀 原来当时 梦游师的拉弓动作 是在封窗缝 这时画面又回到了地铁站 女主看到 小奈又将父亲推下铁轨 赶紧跑去看了正台屏幕 时间是8点03 她到梦中醒了过来 女主觉得 不一定是小奈推的 那只是个梦 与此同时 小奈父亲向妻子 坦白了此事 并准备自首 妻子让她给女儿写封信 明天再去自首 阿贵也拜托警方 调查了小一噩梦中的女人 警察说 那女人是叶总会的毒妇 为了钱 会毫不犹豫地 把妨碍她的人都干掉 然后伪装成烧弹自杀 目前警方也缺乏 有利证据 无法逮捕她 希望小奈父亲能协助警方 次日小奈与父母告别后 走出家门 再次看到了小一 对小一说 就算你做了关于我的医治梦 也不用担心 因为不管怎样 我都会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改变 说完 依旧我行我素地离开了 小奈父亲留下那封信后 与妾子来到了地铁站 8点03 一辆电车从远处驶来 小奈母亲悄悄伸出手 就在她准备去催丈夫时 女主抓住了她的手腕 你这样做也不会帮到小奈的 小奈知道能拯救她的只有自己 该由孩子开创的未来 请不要擅自让她失去光明 看看那边吧 小奈父母看向对面 发现小奈在秦老师的带领下 来到镇台 摆出了帅气的姿势 小奈再说 她要成为世界的精英 听吧 母亲欣慰地笑了 父亲眼中也吸满了泪水 看到叶总会女人 被逮捕的画面 女主一小一惊讶不已 因为那就是抱丧女妖的脸 阿贵赞叹女主 对梦境解析的出场 助手不明白 为何女主连地铁时间都知道 阿贵慧莫如深地笑了 看着小奈 女主不禁意气 而是与小奈妈妈 在沙滩兮兮的长久 毅然决定留在小奈身边保护她 次日 她向校长邀回了瓷城 精神抖走地回到了救世 上课前 老师要向大家更正一件事 并向大家斗歉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电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等待宇哥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本局全集公众号内 现已提前上架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